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在青麦的小F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泰国文化的8个 你不可忽略的小事情哦 第一个 文化礼仪 别用脚 我们常常看到来泰国的旅游攻略上 说不要用脚去指人或者是去指物品 刚来的时候会发现这句话非常奇怪 有人为什么好好的 为什么要用脚去指别人呢 怎么可能呢 但是当你来了泰国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文化 对了 就是很多泰国人呢都会席地而坐 即使家里有沙发有雨子 他们还是习惯的在地上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吃饭啦 比如说和朋友聊天啊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文化 所以当你经过别人席地而坐的 要过去的时候 请你还是用嘴巴 啊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脚 去做一些事情 对吗 所以呢 还是跟别人说一下 对不起 我要过去一下哦 第二个卫生文化 先洗澡再出门 可能是因为泰国天气实在太热了吧 所以当地人呢 每天早上都会先洗澡 然后呢再出去上班 我之前的民宿的员工也是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起来已经很晚了 快要给客人做饭了 但是还是先洗澡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总是被我的员工唾弃 你早上怎么不洗澡呢 我晚上洗澡呀 所以这个也是泰国文化很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哦 卫生问题 到底是早上洗澡 还是晚上洗澡呢 你是什么时间呢 给我留言 打1表示你早上有洗澡的习惯 打2表示跟我一样 是晚上洗澡的习惯 那还有呢 泰国人也有擦那个爽生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泰国人的体臭问题 基本上是没有欧美人那么厉害的 也是跟他们的卫生习惯有关系吧 第三点 泰国人喜欢奇怪的食物造型 跟朋友一起外出吃饭 然后会发现泰国人呢 都会在外边吃户外火锅 已经那么热的天了 为什么还会在户外吃火锅呢 原来呀 泰国人特别喜欢拍照 凡是看见奇怪的食物 都是他们拍照的一个点 他们会把这些奇怪的食物照片 放在他们的Facebook上 放在他们的IG上 然后呢 引起别人的注意 来喜欢喜欢喜欢 点点点点点 这个呢 也表示 你很有钱外出吃奇怪的食物 第四 玩转文化 宝宝不喜欢 宝宝不说 餐厅请泰国人吃饭 一般你会问泰国人 这个中国餐好吃不好吃啊 一般他们都会说 很好吃 有的时候你也会问泰国人 我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呀 你会说 水 水马卡 但是 这个食物真的好吃吗 这件衣服真的好看吗 你就要看他们的表情和语气 泰国人的这种特质叫 金斋 泰国人一般都认为 讲话不要太直接 这个可能跟日本人的文化有点相似 金斋 其实在泰国是特别宝义的一个词 就是说话不要太直接 表示很客气的意思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很客气吗 第五 酒文化 泰国人眼里呢 啤酒其实不算酒 这个跟咱们中国的东北 或者是北方某些地区一致吧 啤酒就算是水一样 那如果你在泰国问泰国人 你喜欢喝酒吗 我可能会回答 不喜欢 但是爱喝啤酒 泰国去酒吧或者去餐厅的时候呢 一般服务员都会给你送上 满满的一大桶冰 这个冰呢就是给你喝啤酒用的 一般一桶冰呢是50泰铢左右 所以在餐厅里面 卖冰真的可以赚钱哦 你们告诉我 喝啤酒是不是真的要放冰呢 放冰是不是真的很好喝 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小知识哦 在泰国的啤酒一般有三种 那如果你是在曼谷的话呢 一般你喜欢点咸咖和肠 比较多 肠也是国人会比较喜欢那个啤酒 但是如果你在清迈 你去餐厅或者酒吧 一定要点这个 6 它是属于一种清清淡淡的一种啤酒 一般的女生都能接受哦 6 酒铺文化 发酒疯 泰国人呢只要有酒喝就会很开心 我之前民宿的员工呢因为喝酒 每天晚上都会跳进游泳池里面 发酒疯 嗯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劝说 然后还任凭她在外边大声的吼 你也来跟我一起跳游泳池吧 刚开始我不知道 所以陪着他们玩了一会儿 后来我知道了 这是一种酒后发酒疯的文化 像我员工这种一般大呼大叫的 还算品相比较好的 也有朋友提醒我 等一下听到声声的时候 往这边走 必须 明信文化 神坛 还是小庙 泰国呀 经常看到人家的家门口放着 或者是一般餐店的门口 也会放着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庙还是神坛 那一般的人我们会认为 它是里面供奉着神明 有的时候见到中国游客 也会去参拜这样的小庙 但事实上呢 在泰国 他们这个小屋子里面 共奉的不是神明 而是 灵魂 因为泰国人呀 相信灵魂无处不在 土地有土地的灵魂 树有树的灵魂 甚至我有被提醒 蟑螂也有灵魂 不要抬死它 所以呀 你来泰国记得 不要乱拜这种小庙哟 因为这个里面是共奉的 灵魂不是神明 好吧 最后一个文化 小费文化 给多少呢 一般我们来泰国呀 大家都知道会给小费 那到底是给多少呢 你住的是酒店打扫房间 一般小费是20泰铢 放在枕头旁边 按摩呢一般是50泰铢左右 记得千万不要给硬币 一般我们还是用纸钞 这样子给对方小费 另外提醒你一句 小费也不用给太多 给太多 小心破坏行情 如果你觉得服务不够好 那你也不需要给 那前提是 下一次不要带回那家店 他会记得你 好了 以上就是八个 同胞乐的小知识 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参考 记得给我评论 点赞 赞目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